简短而隆重的开场仪式结束 两个队的球员相互握手致意 刚才转播镜头也是给到了 沃拉圭国家队的教练席 我们看到了已经71岁高龄 双手拄着拐杖的著名的老教头 塔瓦雷斯 塔瓦雷斯其实 他自己在足球教练以外 是另有职业 他是一位教师 所以在国家队 职长教编这么多年的 从足球也好到球员也好 也都是尊称他为老师 来看一下两个队的首发阵容 这是威尔士队 门将一号维恩亨雷西 其他选手有二号克里斯·刚特 四号本戴维斯 五号詹姆斯·切瑟 六号队长阿什利·威廉姆斯 七号乔埃伦 八号安迪丁 九号前锋上沃克斯 十一号加雷斯贝尔 十四号迪克劳约翰 以及十六号哈利贝尔逊 两个队队长 都是这次国家队后防线上的领袖级别的人物 阿什利·威廉姆斯 对以上的歌丁 担任本场比赛主裁判的是来自卡达尔的主裁判 萨尔曼法拉赫 今天整个的裁判组呢 都是来自于卡达尔 乌拉贵队首发阵容 门将一号费尔南多穆斯莱拉 二号中后卫和赛西梅内斯 三号队长迭格戈丁 四号巴雷拉 六号罗德里格 本坦库尔 七号中场的克里斯迪安罗德里格斯 八号纳伊坦南德斯 九号 苏亚雷斯 15号 15号来自伊甲国际米兰的贝奇诺 另外17号 拉萨尔特 以及21号 卡达尼 今天也是卡达尼代表乌拉贵国家队出战的第100场国际比赛 奥斯卡塔达雷斯 两度执掌国家队 他这第二次执掌国家队的教宾呢 是从2006年一直到现在 将近12年的时间 是 这种执教的长度在现在做出当中越来越少 很少 非常少 而且从2006年塔达雷斯上任执教国家队开始 在他的力主之下 乌拉贵国家队各个年龄段 整个的一个人才的这个培养和提拔的这样的一个方案 就是在那个时候确定下来 是 而现在场上我们所看到的几乎所有 开场的时候呢 我们也介绍过 威尔士这边呢是赢球没换手发 对 不管是人员还是阵型都是一模一样 但开场之后呢 倒是威尔士队在前场呢 逼得满胸 是 不像上一场打中文队 所以今天采取另外一种战士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呢 作为新上任的少帅吉德斯来讲 通过这样的两场比赛来演练一下防守和进攻两种不同的这个预案 应该说也是很正常 是 中后场 乌拉圭队突然来了一脚 大范围的斜长转 球给的非常准啊 到三场 从外面前 点球点附近 卡瓦尼的赢球扫射 不偏不倚是打在了门柱上 这个比赛啊 一上来这个镜头就不一样 一个我们介绍了 威尔士队们并没有采取首场比赛这样一个主动回收的方式 而是进行前场的逼压 结果没想到后场稍有点空张 对 马上就被乌拉队给抓住 就刚才乌拉队队中场啊 六号 板坦库尔的那一脚 自左向右的斜长船 嗯 非常的兴趣 是啊 马上这边呢 贝尔远距离来了一脚运动战当中的电梯球 也算是环回脚射没来 打的质量也不低 从外面穆斯莱拉大力的手抛球 致给了左边路的拉塞尔特 老师的整个的后防线顶得非常的靠前 队长戈丁 好处 中场直接一脚传递 哎 就看看像乌拉队队这样的级别的球队怎么样面对威尔士队 对 因为四天之前我们面对威尔士似乎一点办法都没有 嗯 而乌拉队队开场之后这两次打对方的身后呢 一个是用斜张转的方式 一个呢 地面直塞 对 踢下二过一 边敲边往前走的方式 就已经两种完全不同的进攻组织的发起 对 但是呢 效果都很明显 是 这一下就会让威尔士队觉得呢 压缩了不太好办 然后收回去呢 也不太好防 对 左边路 威尔士队先把这球传递下来 个人强行突破 但是要突破对方三名球员的封锁 这个有难度 嗯 抢得很凶 获拉队队丢球之后的助力反抢 几乎就在同一个区域 马上就跟威尔士队助力展开了 好球 贝尔 右边路推个直传 马克贝尔逊 全部进进来 中锋沃克斯不等皮球落地 直接迎球扫射 但是呢 也是 也是这个出球的分量稍有问题 对 但是这组进攻 全是在乌拉队队快速 集体压力之下 威尔士队很简练 能一脚出球 都是一脚出球 包括最后 沃克斯这个射门 虽然有难度啊 有点追身球 但他反弹压下来 还是要一脚出球 是 真是快 就特别是从后场 钢特那儿被逼的 乔尔伦只能回传 钢特传给前场的这个 回接了14号 约翰 迪克兰约翰 回敲给贝尔 然后再打下去 贝尔在贴着右边路 推个直船 然后哈利维尔逊 下地之后 停成船中 是 所以从刚才 这个双方开局 这几次的进攻组织来看 已经是充分反映出来 就是国际足坛 追求速度 追求精确 追求一脚传递 简练的这样的一个 进攻的套路风格 对 但是呢 我们看比赛才只进行了 四五分钟 乌拉圭的后防线上 二号 西梅内斯 似乎已经无法再坚持比赛 看他这个情况呢 还像是在非对抗过程当中的 一个受伤 因为当时啊 巴里维尔去船中的时候呢 沃克斯周围是没人 没人 这开场才三四分钟 对 两队一共合起来组织了三次 非常成功的射门 一次是乌拉圭的打立柱 一次是贝尔打远射 刚才也是 沃克斯 小射 宝射 嗯 现在就脚腕摆到了 如果脚腕摆到还好点 哎 好的过程当中可能是场地有个坑 对 因为今天下午刚打了一场比赛 军队队和捷克队的比赛就在这个场地上 二号西梅内斯呢 目前也是效力于新加的马德里竞技队啊 和深藏自己的队长 结果军队 不仅就是这个在俱乐部到回家队啊 都是双较了队 对 而且打的位置没什么一样 对 安迪金 背后争抢的时候呢 是有一个推挤的动作 嗯 裁判并没有吹安迪金的这个推挤动作 反而是吹了巴雷拉倒地就要手足 手足 嗯 看一球开点相当不错 外围 乔艾伦呢 这一招 打的稍略显仓促啊 嗯 其实可以考虑停一下 对 再传递去了 这个球想要侧身 一个追身回追的球 再打进去啊 是比较难 这个 但对他来讲呢 嗯 也算是安全处理方式 是 因为他那个点如果这球停不好 或传下来被解围出来的话 对 很有可能就是对方带动了一波反击 这膝囊 上边乌拉圆队进行换人了 二号 二号 新伟内斯看来 换上十九号 哦 你看一下 哎 这下打到 是安迪金 安迪金摔倒的过程当中 直接砸在了新伟内斯的这个腿上 脚腕一下给憋在地上 这样的乌拉贵队真的是开局不顺 不得已只能把自己主力的中后卫西梅内斯换架 好在替补上阵的十九号塞巴斯迪安科特斯也是名将 过去也曾经在利物普队有的效率 那时候国内的媒体把它翻译成叫科词 目前是效力于葡萄牙超级联赛的理事本竞技 好的看一下同伴跑的速度 握顶球传的分量很合适 投球一撤二点走 这个是乌拉贵队抢先 抢先把这球捅掉了 对 差点打成了之前跟中国的踢的战术 沃克斯的投球百度 贝尔快速身边去拿二点球 但是乌拉贵队防守 不管是个人的力度还是周围的保护 就做到更加的严密 中场斜传转移给右边落 这球 这个球呢巴雷拉停球挺的不好 对 苏宁体育上经济 你的热爱都在这里 买潮流运动装备就选苏宁体育 一系统柯 离了 全部都是 摄息 这个球 给你看 从慢镜头 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晰 刚才这个球背身挑起来之后 落下的位置 正好是8号 南德斯 从越位位置慢慢悠悠往回走 对 又是前二点 边路 再加速 带到了小崎区附近 要是对传统的英式打法当中 这个起高球 然后由中锋争抢 其他周边的球员抢第二落点 应该说开场大三大很做效 是 而且从几次争顶的情况来看 沃克斯的优势还蛮明显的 虽然说乌拉归队 在跟他争顶这个位置上 包括刚才换上来这个 康尔特斯 身材不比下场的西姆雷斯矮 是 但还是争不过的 是 而且 沃尔特斯的身支 一个是这种进攻方式是自己比较擅长的 另外一个中场传递下来之后 就是乌拉归队抢胸 对 丢球的概率很高 对 一旦丢球之后被对方救点反击的话 卡瓦尼和苏亚雷斯这个防不住的 整个镜头也是给到了刚刚被换下场去的西姆雷斯 嗯 他的左脚的脚踝啊已经是绑上冰带了 对 中路 想穿一个过顶球 二十队且为球秒踢远 中场又是乌拉归队拿球 准备 后卫线导船 看能不能把威尔士队的纵向 三条线距离给拉开 果然是收到了这个效果 从这个歌丁中后卫往中场 纵向的直传很成功 但是接下来再往中线上传递呢 分量没有空调 对 威尔 连续的假动作的虚晃 后球转身非常精彩 但没想到这个场地正好有坑 影响到他的起诉 克拉克队 抓了一次就传的是真漂亮 发力推了个半高球 还稍微带点像回个弧线 我们看卡瓦尼有没有越位 威尔士队后卫是试越位 传球一瞬间好像稍微有一点 稍微有一点 但最后呢 卡瓦尼这球半高球脚弓也没蹭到 嗯 你想从首场比赛到现在 这是第四场比赛 这场地其实损毁程度蛮厉害的 对 第一场比赛的时候 中国队对威尔士队比赛草地状况很好 是 古古大师队是一个很标准的四四二 对 前面留了两个双金锋 中场四个 后场四个 面对的薛菲尔士队呢 类似一个三四三或者三五二 其实位置上呢 还真的是有的时候对不住 嗯 全是靠队员当中的这个意识来做调整 是 怎么样究竟看人 大师队之前老刘也给大家介绍了 这个赢球不换阵容啊 所以今天 后方线上呢 仍然是一字排开三个三个在英超联赛中战经验非常丰富的这个中后卫 左边是本戴维斯 呃中间是阿什里威廉姆斯 右边是这个贴侧 其实他这个阵型啊 要真打成四后位的话也可以 也可以 就把右边录的二号刚特拉回来 就是 哎 本戴维斯在聚恋右里 对 在在热刺本来就是打左边后位 对 刚特 贴着边线的一条转出 投球挺高了 一旦右边有边位下来的时候呢 贝尔马上把空档让开 嗯 然后到中路呢 是参与中间的正点 这样他就形成了 他跟这个沃克斯的双高 沃拉贵的后卫防沃克斯的一个单高 就已经算是比较吃力的 是 贝尔再加入进去啊 所以这压力马上就大了 就之前 之前曾经有过这个戈丁 呃 跟着这个沃克斯 几乎是跑到中场附近 是是完全在后边就搂着腰抱着他 对 头球没有定远 哎 二点 外势队抢下来 自己带进去 哎 哎 射门打得不好 嗯 射门打得不好 安逼近 不过他第二点的判断呢 倒不错 对 他意识到前面铺的这个圈二轮都搁载了 这个球肯定落点慢过去 是 马上跟进 包括最后汤球这几下还都很合适 这两个队呢还真的是棋风对手 嗯 真的是跟他们这个世界排名靠得那么近有很大的关心 没错没错 而且 而且 外势队今天啊打的还真是这种 很靠前 顶着非常靠前的这样一种公式足球 是 也或许跟乌拉圭一丢球之后呢 有一些主动回收有关 反正两队都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救急反抢 或者说就是压迫式足球的那种踢 他踢得非常的控制 长发飘飘的左边后面拉萨尔特 阿萨尔特目前是效率一脚的热闹药的 坐顶旋转 证量大了 但是二连还有机会 漂亮 这球难度大 而且乌拉圭队很会利用和使用 威尔斯的身后的防线 基本上到了只剩一点距离的和手面之间的时候呢 他们是斜上转打身后 不是直来直去挫身后 而且我们看 最后这个球啊 7号 克里斯坦罗德里格斯啊 是很别扭的情况之下 把这个球电传给中间 自己的同伴 伟西诺呢 也根本就没考虑停球 直接 大跨步上前来一脚握射 对 选的角度还很丢啊 所以你看乌拉圭队攻对方 这个三个后卫的防线 真的是有很多板 对 斜长船尽量打出来三中卫啊 控制场区比较广的这样一个弱点 嗯 要么呢 就内部 直接打身后 是 地面的球 船切 还要是贴着边线 直接 空切 直来直去的高球过顶身后 基本上很难让 乌尔斯的后卫呢 像打中的那样 一直推着你往前走 因为他们要不停的 要防对方的头上 和脚下的渗透 而且 感谢 乌拉圭那整个后场这几个人的控球能力啊 真都不差 包括两个中卫 科丁的出球能力 包括 这个我们说的这个 以前叫科辞 现在科特斯 也都是有很好的宽节球能力 对 所以这一下让威尔师也不太敢抢 你抢后卫他的出球能力很强 是中后场的控装马上就出了 我觉得 本来呢 乌拉圭队就希望你纵向的距离能够拉开 开场这20分钟时间呢 威尔啊 更多 是拉到右边路来活动 而对方今天打左边后卫的11号 17号 拉萨尔特 对贝尔呢 贴身防 非常凶 这一阶的 拉圭队阵中呢 他的左右两个边后卫 像右边路的巴雷拉 跟刚才我们看到的17号打左边路的拉萨尔特 都只能算是国家队资源 代表国家队出了这个比赛 场次都还不满意 可惠 你瞧这种 格丁这个能力 嗯 投球接下来控制好之后呢 马上向前掌的右边送球 就几乎他就像是一个 就是处在中卫位置上的后腰队员一样 是 不停地调度和调整进攻的方向 反倒是这两个后腰队不着急 他不着急回来去要中卫找下来的球 对 就让这中卫呢 这两个中卫不停地去寻找 合适的空方去传 手边出来 哎 穆斯来了 这条解围呢 球没有踢远 还好呢 外尔士队 这球啊 也没有能够控制下来 嗯 再想起直线的过领传球 外尔士队的已经有准备了 哎 哎好球啊 卧克斯 嗯 越外 这条解围的后场压得非常快 守卫园把球一开出来 马上整个后卫线齐齐压上 一下子把乌拉贵的三个人 嗯 给压在了身后 这就是整体防守这种战术素养 是 很高 左边路个人强行突破 拉萨尔特 沿着边线推个直传 再给他内线 你刚才这个背心啊 一招外侧轻轻的一蹭 追求进攻的速度和节奏非常好 但是呢自己同伴呢没有领回过来 是 进去里面沃克斯挥手了 但是自己同伴看的晚了 在船中呢直接传给守门员去了 再给队长戈丁 今天是戈丁第115场的国家队比赛 现在就是他在后场组 送出球不安全的时候 队友再传回来 再把这个球要回来 右边路巴雷拉已经顶得非常靠前 但是自己同伴球给的帽 大方围转移过来 罗里格斯 船中落点越过了禁区内的塞亚雷斯 在这里也要感谢2018年中国杯官方赞助商 一信普惠的大力支持 一信普惠 生活一信而美 与乌拉贵队在中前场进攻组织的手段丰富多彩相比呢 沃尔士队就显得比较单调了 要么呢就是起高球找沃克斯来坐 要么呢就让贝尔来边路突 但这段时间呢 贝尔把边路都让给两个边了 对 特别是两个边一位右边的钢特 他更多的像是一个双中锋一样 出现在沃尔克斯的边上 本戴威斯 左路一脚直传 贝尔 球拿下来之后呢 近距离啊没有自己同胞 再准备折向 结果球被断掉 来自博卡青年队的年轻球员南德斯 真是敢打敢拼啊 明知道对方一走一右 两个人一定是关门的 公开 结果 老帅他把雷斯都有点看不下去 而且南德斯这个加速能力真的很强 就是一看对方要过来关门缝了 先汤一步 球汤大点自己要快速去追 乔艾伦被黄牌整个 其实我觉得牌应该给本戴威斯 本戴威斯那下地面产的那下动作 动作更大 更大 南德斯呢出生于1995年的12月28日 这才22岁多一点 转移过来 这球马上就要出去的 龙牌整个斯啊 硬是给勾回来了 但是再向另一侧转移呢 球传得不够仔细 身后 本戴威斯啊 光想着保护这个球出底线 没想到背后啊 对方跟上来速度特别快 是 南德斯刚刚还被踢了一脚 爬起来这下又追过来了 而且呢 这脚西藏拳还是谁打的 还是各顶打 所以现在对乌拉规矩来讲 两个后腰呢很轻松 不着急回接 让中卫控球 控着对方潜不住气之后 去抢中卫的时候呢 他们身前的人就没有了 就可以再接球了 如果这样一层层递进的话 中卫控球最终很有可能 受益的还是前锋线 没错 因为对方一层层压出来之后呢 很有可能 两线或三线之间的空档啊 就让乌拉规西大区园去使用 有一个 现在就是说有一个好的控球 或者说出球 能传球的真会太重要了 没错 威尔士这边呢也知道对方这个意图 基本上就能沉住气 没有特别统一的行动 不到有这样一个很好的机会 都不会去抢个钉 你就让他传 再怎么传也是离得这个 本方的禁区是比较远 所以更多的防守重线 还是放在这个前卫线和后卫线 就是去压缩 苏雅雷斯凯瓦尼纳区的空间 二世代呢 在防守的时候啊 就是像我们之前所提到的 二号 刚特 哎呦 看这头 在乌拉规的紧逼之下 在乌拉规的紧逼之下 乌拉规的紧逼之下 果然后场 出现船背失误 但是乌拉规的今天 运气真是不好啊 同一根门注居然打了两次了 来看一下 苏雅雷斯 是两边门注各打了一次 而且打这两门注的还是同一个人 都是苏雅雷斯 而且今天开场之后 苏亚雷斯主动拉到右边去打的速度特别多 他把中间的位置让给卡瓦尼 或者让给后拍插上的其他队友 贝尔士有机会发动快攻 贝尔士的协转 贝尔士也是很有经验 知道抢个一点抢不过你 我就等着抢第二点 结果果然是沃克斯胸部停球以后 第二点自己跟不上 主台派会不会掌握追回这一张牌来 就是在中场对方发动反击的时候 6号 本坦库尔 年仅20岁的小店 目前是效率于尤文托斯 出生于97年的6月5日 被缠导的则是威尔士队阵争的小将 哈里威尔逊 今年21岁 上周是刚刚做了自己21岁生日 他出生于1997年的3月22日 哈里威尔逊呢 目前是被租借到这个河尔城的 他个人的这个球员的归属权呢 还是属于这个利物浦的 是 来看一下之前 苏亚雷斯抓对方后备线回传守门队的失误 汤过了守门队和弄了西 这一幕突然间感觉像是在阴招赛场 利物浦的前锋过了水晶工队的守门队 而且苏亚雷斯呢 这种逮对方的后场传球失误 逮对方后卫背身拿球 没看见他从什么地方过来抢这一下 很聪明 这是他的特色 一个他 一个就是谁呢 现在转后到曼林的森切斯 这两个人很会抓时间抢对方的后场球 而且赛场的时候咱们也说过 对中共队的比赛 几乎整个威尔士的后防线都没什么压力 不管是防守还是自己控球 但今天面对着有卡瓦尼和苏亚雷斯 组成的这个世界级的风险 后卫的问题就出来了 好的 又是利用加速度一下子摆脱了对方的队长 阿什利·威廉姆斯 但苏亚雷斯向裁判吐槽 申诉 这个阿什利·威廉姆斯在背后拉扯自己 虽然只是估计有一比赛 但是苏亚雷斯这股认真的尽头 我说忍不住要向裁判去 去申诉一下 对 他见的是国家队50个进球 今天这俩门路都进的话 俩了 这个就再给判一个点球 就三个了 当然数是不能这样算 但最起码从苏亚雷斯内心来讲的话 他今天错过了好几个进球的机会 而且当他那个球呢 很聪明 包空反弹二点球 不知道他怎么怎么样 倚着对方 就抹进来了 虽然离开英超赛场 很长时间了 但是对于外尔士队的后防线 包括守门员来讲 当年 希亚雷斯在英超赛场上大杀四方的英姿 仍然是他们记忆犹新的 看这条船中传过来 博克斯强调落脸 先倚住人 拨到外线 再一条船中的高度不够 反倒是 反倒是乌拉贝勒这边 自己解围 略显有一些威胁 刚才是贝勒的解围 给威尔士队呢 送上了一个脚球 找了就是从后点移回过来的大圣威尔 是 没顶上 严谨俱阵 贴着来之后 起到射门 打刺了 但之前这个脚球的主阀配合都特别棒 中间这一堆人 全都是为了掩护后点 最远那个单点迂回过来的贝勒 这是之后的 本戴维斯的第二次射门 但之前那个球啊 就稍微再等一下 等这个贝勒跑到位 被那个车再过来啊 最好办的 诶 贴斯特停球失误 哎呦 糟了 直接把球露给了身后的卡瓦米 都是世界级的优秀射手 稍微调整几步 嗯 最后这一条射门 非常的充分 我们来看一下 停球给停露了 脚法是好 本来还以为呢 有可能就会反扣为套上的边前位 嗯 或者说他这下没传缓慢之后呢 会影响延误战机 对 在人最后这一脚 这么高点的射门就能说没问题 前面那都不是射 好的射手 在任何的距离 任何的角度 都能打出高质量的射门 卡瓦米在本赛季的罚假联赛当中 为大巴黎也是打进了24厘联赛地球 说法时间呢 又是卡瓦米 前点 从第一门柱撤出来 回头望月一般的甩头射门 说到在巴黎胜日尔曼 卡瓦米其实过得也并不是很快乐 嗯 有关点球的主罚问题 以及他和这个内马尔之间关系 关系的问题 一直是被热炒的 嗯 好在最近内马尔是受伤 回巴西动手术 但其实他在大巴黎这几个赛 这样进球效率非常多 好的 但是呢 其实打到现在最有威胁的 还真是 传统仪式直辰那一套 嗯 以中锋做轴 对 做支点 对 高球也好 地面球也好 反正背身拿球就做 嗯 坐下来后排的人周围的人 很拿很快速的拿球就处理 绝不托尼带水 刚才就是安低筋 安低筋 看这个角球战术 威尔什怎么用 因为乌拉贵的呢 全部是人盯人 挤在一起绕在一起 难免会有挡拆或碍事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开始手上用动作了 前一次 抱你要么拉你 前一次角球呢 是贝尔先拉到后门柱以外 嗯 那我们看 这一次 还是冲着贝尔去 内部直传 贝尔给大了 嗯 这段时间呢 威尔什对哈里威尔逊很活跃 实际上他的这种 带球在边路突破的这种特色和能力呢 是非常不错的 不能说完全像极格斯 但他活动的方式和踢球的区域 跟极格斯当年刚出道的时候是很近似 都是左脚 都是在外线突破和船中相当不错的 而且他还甚至还愿意拉到右边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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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球护住 结果钢特这一道直传的分量给的太大 再抢 好的 裁判师已经先散到球了 洛克斯白摔了 转一轮转移到右侧 船上船子来到后点 钢特投球盟门前送 这一段打得特别好 就是从对方抢 然后再反抢 大家都混乱的时候 这是他首先把球给摘出来 他首先把球呢 左右连续两次调度之后再打回来 而且是 本戴维斯传给右一位助攻上来的钢特 今天基本上威尔士顿在边路没怎么用贝尔 都是这两个边路的球员在打 对 一个威尔逊一个钢特 人家刷了一次呢 更多的是右半边 甚至他有的时候都拉到了右边前卫的位置 中前场 把乌拉贵队转移给的不错 直到半哨音响 是 这些资金的中场 向前输送球的这个时机啊 特别好 对方贴得很紧 但是苏尔逊斯呢是率先一步出来 这时候球球就已经出脚了 当本戴维斯一手赶紧逼上来的时候呢 球已经过来了 对 赛作动作已经晚了 这中场这全球的时机和队友出来要求的时机 特别合拍 这也是苏尔逊斯非常聪明的地方 他能够在英超赛场立足那么多年 一对一 遇到对方这个身材高大中后卫 他有太多太多的办法来摆脱 摆脱或是造犯规 苏尔逊斯 但任一球没打好 打在人墙上 紧接着第二脚再上门高了 上门时到后一段呢 比赛的速度呢 慢慢的降下来 嗯 因为开场那前几分钟 大家都不约而同呢 去抢开局 还都差点得分 但之后 随着这个受伤的处伤 出现 包括双方互相了解之后呢 这比赛节奏就相对慢一些 但是这种快慢还是有区别的 有慢的时候呢 突然间他们看到好的机会 你也会马上加速 踢得相当的成熟和老令 哇 刚才是本坦库尔 中路想直传一个过顶球 不成想是打中了裁判 嗯 拉贵者呢 还是很有效的通过中场的调度 球转移到边路 可惜8号南德斯 这条船中呢 45度的船中啊 高度稍差了一次 好的 外脚背 拨到封线上 倒闭铲船捅出来 球转仍然是在乌拉贵的控制之下 转身 连续多个球员 乌拉贵队呢 都是在 维尔士的进局前 像中锋一样 嗯 背身以人 张开双手 死死压的身后 对 来拿球 来进攻 前面有苏亚雷斯 之后的卡瓦尼 再后面就是现在 7号 换位过去的7号 罗德里格斯 这一瞬间 他和这个 8号南德斯 8号南德斯 两人左右换了一个位 对 右脚的南德斯 拉到左边路45度 内旋弧线球往进取离掉 嗯 然后呢 老将 罗德里格斯 像个中锋一样 扛着本戴维斯 对 拿球 在同伴侧应掩护之下 形成了转身 左脚的侧门 开劲 按赶 按赶 上场的比较只有一分钟 按赶库尔 正好是膝盖顶在了乔艾伦的这个臀部 这应该是三分场最后一次进攻 还是由小将哈里威尔逊来主罚 从这样的一个定位球 专门让小将来主罚 就可以看得出来 吉格斯对哈里威尔逊非常气敬 好球 穆斯莱拉好 面前都是人都是腿 然后这球蹭过来之后还弹地 看一下 熊明这种球稍有点犹豫 根本无法补救 你说我是等确定了谁碰到球再动 没门 只能是平经验先做判断 而这下抓得非常准确 特别是贝尔刚才那个背对球门投球往远点一蹭 中间还有个弹地 而且在弹地之前呢 还有一个威尔逊的球员的干扰 对 所以不是说了吗 就是在穆斯莱拉面前都是人都是腿都是坑 都是坑 好我们看中场退场过程当中啊 苏亚雷斯还步一步饶 还在跟主裁判斤斤计较 之前 之前应该 他觉得应该是有点球判斑的 哈哈哈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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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